澳大利亚拟议推出心反恐法 包括撤销那些涉及恐怖活动者的澳洲公民身份 另外马来西亚警方调查发现 伊斯兰国组织善于操弄可兰经文和回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讯 来为本身的战斗辩护 并通过社交媒体宣传和招来新成员 马国警方调查和盘问同伊国组织有关嫌犯后发现 95%是通过社交网络组织的宣传片或资料给洗脑 然后被招募的 由于伊国组织精于利用现代科技 要屏蔽这些社交网站并不容易 警方表示已侦查到有63名马国人加入伊国组织在叙利亚的战斗 实际人数可能多达80人 马国警方将同国际刑警合作对这些人展开调查 驻阿富汗美军司令指出 伊国组织正积极在当地招兵买马 但还没有正式运作 这是由于过去十年 塔利班尝试推翻阿富汗政府却没有任何进展 不少成员改而投靠伊国组织 美军表示关注 但认为伊国组织控制阿富汗的可能性不高 伊国组织发布四张图片 声称武装分子已经控制叙利亚古城巴尔米拉 当地一所博物馆馆长指出 伊国组织已砸毁馆内的文物和设施 伊拉克政府军和民兵则对伊国组织占领的 安巴尔首府拉玛迪发动连串空袭 并夺回拉玛迪以东一个小镇 伊国组织华汎 伊京均 伊国组织华汎 伊国组织协